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刑事警察大隊 侦查第六隊 與刑事警察局 侦查第八大隊 侦查第二隊 于日前共同接獲線報 指稱 有人在新興區 某住商混合大樓內 種植大麻 今報請台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黃谷陳永勝檢察官指揮偵辦 並持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 前往查契 當場在屋內 查獲大麻植株與大麻成品等證物 及時遏止大麻成品流入市面 經察無姓嫌犯 陳豬住商大樓 以眼人耳目 涉嫌於網路 購買中藥材上 俗稱果麻人的 乾燥大麻種子 以及栽種器具 並透過網路自學技術 利用培養土 進行土根法 成功栽種出大麻植株 吳賢私下向警方表示 因自己長期便秘 而火麻人具有潤腸通便功效 是購買用來保健身體 為警方在搜索查獲大麻植株 及相關的專業栽種器具與設備 罪證確鑿 全案將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移送高雄地方檢察署偵辦 警方在此呼籲 大麻毒品在我國 屬第二級毒品 製造販賣可處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單純適用 亦將面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期 令適用大麻毒品 會產生被害妄想 錯覺患覺等危害 民眾切莫因好奇適用 進而強害自身健康 且誤觸法網 受един有期徒刑期限 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材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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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